回到房中 已是深夜 五竹似乎早就在等候了 说辛苦了 范贤当然知道五竹来的目的 不辛苦 五竹淡淡的道 如何 范贤点了点头 来到一旁的躺椅上躺下 整个京都里至少埋伏了三股人马 而且都在这座府邸的四周 五竹早就在暗中观察着京都的一切 所以对整个范府周围的情况 可谓是了如指掌 看来他们是打算最后一搏了 范贤送走了海棠朵朵 其实也是为了给这些人机会 毕竟一个九品高手住的府邸 多少会让人觉得忌惮 明日我会一约前往城郊 你在城中可有把握应付 五竹转过身 双手抱着铁签 面无表情 范贤文言起来 双手背在身后 走到走廊的尽头 抬头望向星空 来吧 都来吧 我等这一天啊 也已经很久了 范贤的声音很清淡 好似一股清风 在空中拂过 可是在这股风中 却夹杂着些许寒意 三月初八 范贤与林婉儿成婚之日 终于来到 在经过一系列的准备之后 今日的大婚 可谓期待值满满 整个京都城 无不翘首以待 要知道 成婚的双方呢 一边是郑德庆帝 新宠的镇北侯 一边呢 是郡主 身份特殊到了他们这个地步 自然容易引起期待 范贤一早起床 洗漱完毕之后 便立刻梳妆穿戴 结婚自然是要穿礼服 不过看着一身鲜红的婚服 范贤却有些恍惚 越是期待已久的事 当真来到的那一刻 越是觉得不可思议 范贤并不是矫情 可人不矫情 那还活着干嘛呢 范贤与柳姨娘早就来了 顺道一起来到小贩府的 还有高达 今日迎亲 便是他和王启年一道互送范贤 一切准备就绪后 宾客渐渐入府 范贤与柳姨娘应付着 范贤在锣鼓喧天中 于四时启程前往皇家别院 路上满城的百姓夹道庆祝 抱主与锣鼓声 不绝于耳 所有人都注视着 这位即将成为骏马的镇北侯 缓缓前行 在南庆百姓的眼中 闻非其所长也 然而范贤却是诗神 五 乃其素叶未带而滋滋不倦也 然范贤却能大宗师交手数十招而不败 文武双拳 家世显赫 玉树临风 天下独此一人耳 于是 无论是男女老少的眼中 范贤都是人中之龙 代表着他们渴望而不可及的另外一种人生 给予他们震撼的同时 又让他们心存敬仰敬佩 第一次这般敲锣打鼓地前往皇家别院时 还是林拱死之前 那一次 范贤差点被早就埋伏在皇家别院里的林家杀手围殴 幸好跑得快呀 而这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 皇家别院的门口不再是长公主的仆人守候 林若福早就派了护院前来 见得范贤迎亲大队 护院急忙开门 然后在数十人的拥促下 林若福与袁洪道缓缓行出大门 小旭见过岳父 袁大人 范贤攻身拱手 现在他与林婉儿成婚乃是不可逆之事 这一声岳父也是显得格外的必要 林若福的脸色似乎并未因为今日女儿大婚而有任何的好转 仍旧一脸忧心忡忡地看着范贤 片刻后 林若福呼地轻叹一声 而后一言不发地让开了大门推至一旁 意思再明显不过 让范贤自己去迎新娘 按照男庆的习俗 范贤需亲自去闺房将新娘背上花轿 媒婆呢只能在一旁跟随 不得触碰新娘 范贤当然早已知晓 见状当即微微点头 带着王启年 林拱便进入了别院 袁红道看着范贤的背影 脸上呼得闪过一抹忐 相爷 我们 只是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林若福便已然白手将之打断 袁红道转头去看 只见得林若福的脸上满是怅然 好似心有愧疚 但却倔强地不肯承认 可就在这时 别院门前的大道长呼得传来了阵阵马蹄之声 林若福抬头一看 只见数百骑兵举着鲜红的旗帜 正缓缓地将整个别院包围 然后一千来个红金士兵迈着整齐划衣的步伐 缓缓行来 列阵以待 这 袁红道心神俱阵 连抬着的手都忍不住颤抖了起来 倒是林若福 见状脸上呼得浮现一抹微笑 这便是范贤在淡州收到二皇子的司军吧 林若福转头朝院内看去 脸上的笑意越发的浓厚 而这时 高达却黑着脸从别院里出来了 只见他出门后 也不看林若福 直接对着正从士兵阵中走出来的李将军道 叫人进来 收拾一下 言报 他又转身进入门内 李将军闻声 拔剑出鞘 煞时间 一千余士兵进阶拔剑 整齐划衣的动作 好似心有灵犀 各个的脸上都渲染着一层浓厚的杀气 在李将军的带领下 士兵鱼贯进入别院 站在一旁的林若福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说 相爷 看来我们已经失败了 我们 无妨 你没看到刚才那人连看都没看我们一眼吗 想必这正是范贤的命令 林若福就这么有恃无恐的站在这里 既不打算进去看看 也没有动身前往范府的意思 不多时 范贤背着一个头上罩着红盖头的新娘 从别院中走了出来 将之放在马车上 还特意抚在新娘的耳边说了两句话 旁人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瞧着他身后又若无其事的 从别院里出来的杀气凛然的士兵 一个个进阶摒弃宁神 岳父 请 范贤抬手 示意林若福该起身了 他既然是岳父 那这场婚礼 他自然必须要参加的 尽管林婉儿只是他的私生女 请 林若福也不多言 微微点头后跨上了马匹 范贤转头看向最后出来的高达 已经全部收拾好了 夫人的一应是我也都搬出来了 高达言罢 又有十多个士兵将几大箱子从别院中搬出 放在了早就准备好的马车上 回府 罗古索纳响起来 范贤健壮 大手一挥 顿时又是一副喜气洋洋的模样 只是在这喜气洋洋的背后 一千五百多名杀气凛然的士兵却紧紧跟随 常常的迎亲队伍行进在京都城大街上 城中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 此刻无不关注 但街上喜庆的气氛却为之一变 所有人的脸色逐渐变得迷惑起来 这迎亲队伍的后面怎么还跟着这么多杀气腾腾的士兵 范贤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脸上仍是一副喜气洋洋的表情 时不时朝着周围的人拱手道 侯爷刚才那些人不会是林相所为吧 林若甫跟在花轿旁所谓送亲 林大宝自是不能来送亲的 林若甫今日也没打算让他出门 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女儿是私生女 儿子居然只有五六岁孩童的心智 所以呢平日里他便不让林大宝出门 谎论今日 高达朝后面看了一眼 只见林若甫神色如旧 并未有任何的异常 不由的觉得有些纳闷 原来刚才在他们进入别院之后 便遭到了数十个高手的围杀 幸亏范贤早有准备 所以呢几乎没费什么劲 就解决了这些刺客 然后还让李将军带着人进去收拾了一番 说实话 我也不愿意相信是他所为 但皇家别院这种地方能在里面安排这么多刺客 除了他就只剩下当今陛下 你说我相信陛下还是相信他 事实上 范贤谁都不信 可今日大婚乃是庆帝下的旨 他如果想要阻止范贤迎娶林婉儿 大可不必下旨啊 更不必在别院之中安排刺客进行刺杀 这种手段实在是太过愚蠢 与庆帝一贯刑事风格完全不符 所以呢 对比起来他更愿意相信这是林若福所为 范贤第一次大张旗鼓的去皇家别院之时 便是林拱安排了诸多刺客 想要将范贤置于死地 虽然范贤逃脱了 但是林拱却也死了 而且与范贤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林若福从范贤回京开始 就不愿将林婉儿嫁给他 再加上范贤与林拱之死有关 而林若福有足够的动机这么做 阻止他迎娶林婉儿 当然 即便是林若福所为 这个办法呢 仍显得非常的愚蠢 光天化日之下 刺杀当今骏马 三品镇背猴 光是想想便觉得愚不可及 皇论当真实施呢 可如果当真是林相所为 那他真正的用意何在啊 高达有点弄不清楚 毕竟这个法子看上去 实在是太没道理了 林若福身居宰相之位十数年 精于算计 老谋深算 如果说他要阻止范贤 而想出这种办法 那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 王启年从另外一旁 也投来了疑惑的目光 然而范贤却是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或许是因为着急吧 范贤无法肯定 因为此时此刻的林若福 看起来没有任何的异常 就好像他根本不知道 别院里发生的事一般 可今日他一早便在别院 怎么可能不知道 里面的情况呢 其他人都安排好了吗 范贤呼的问道 高达文言点头 按照侯爷的吩咐 已经让李将军安排好了 叶统领倒是没有说什么 李将军的私军 自回京之后 便一直驻扎在京都城外 范贤本就不缺钱 所以养着一批私军 倒也没什么大碍 而且呢 他也一直没有机会动用 直到今日 只是大军进城 城防这里 必然会要和叶刘云交涉 然而 让高达有些意外的是 叶刘云并未对此 做出任何回应 好似默许了一般 他能说什么呀 范贤若无其事的道 高达与王启年 更加困惑了 我收服这批私军的事 皇帝都没说什么 他一个荆棘守备 能说什么呢 范贤淡淡一笑 算是给他们解释了 侯爷 我始终有一事不明啊 说 陛下为何始终对你 收服私军的事 只字不提呢 这批私军虽然数量不大 战力不比陈院长的黑旗 但终归是一批五千余人的军队啊 放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容小觑的战力 而且圈养私军本来就是死罪 陛下为何一直未曾提及呢 王启年深感这件事情不对劲 他一直以为庆帝不知道 可是按照今天的情形来看 庆帝如何能不知呢 只是知道却从未提及罢了 范贤坐在马背上 望着街道两边家道欢迎的百姓 脸上渐渐的跃上一抹灿烂的笑容 谁都知道圈养私军乃是死罪 可你看二皇子 他死了没啊 范贤看向了王启年 饶有深意的问道 王启年与高达听了这话 皆是眉头紧锁陷入了深思 二皇子圈养私军之重 恐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身为庆国之主 陛下不可能不知 但他知道却还默许了二皇子的行径 由此可见 这种死罪啊 也是要分人的 况且李将军这批私军 乃是我从二皇子手上收服过来的 如果要追根溯源 那他也只能查到二皇子的脑袋上 可事实你们也看到了 无论二皇子犯了多大的罪 死是绝对不可能死的 只要二皇子不谋逆 不叛乱 圈养私军这等小事 陛下从未放在过眼里 正如陈平平言辞提醒庆帝 无论如何 不能让范贤将私军带回京都一样 当初庆帝的回答便是 朕让他留着便让他留着 他还能逼宫不成 朕借他几个胆子 由此可见 庆帝对二皇子或者其他人 圈养点私军这种事情 从来没有放在心上 只要这些人不用这些私军来谋反 那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任凭你们如何争斗 我自未然不动 原来是这样啊 陛下都没有说话 叶统领当然也什么都不会说了 高达这才明白了 今日夜流云毫无作为的原因 侯爷 还有一事 说 方才我瞧你进去背郡主出来 怎么不见弱弱姑娘 弱弱姑娘不是一直都在别院内 帮郡主打理一切事宜吗 王启年总觉得 今日之事有点不对劲 连一直待在别院里的范弱弱也不见了 高达文言 这才想起 今日还未见到范弱弱 当即也投来了询问的目光 弱弱 想必已经回府了吧 今日我成婚 他自然是要在府中帮我爹和姨娘照顾宾客的 范贤若无其事的应声 而后目光望向了前方一扇巨大的牌坊 精彩内容 下集再见